AG小兽刚开始都是安排一队选手打各种杯赛,并且还是用的轮换,其实就是想找出默契度更高的五人组,没想到最终的结果都不如人意。 现在各种杯赛已经让二队选手上场,意味着一队都去适应试冠新版本还在参赛的选手,自然就失去了试冠首发的机会。 比如九成只是当大家都以为试冠首发已经确定,猫神却开启了直播并且直播强度还比较高,每次都开播三个小时以上。 这样看来试冠首发还在变,猫神可能已经退出了竞争。 最近有玩家问,有无玩家了解,AG训练赛的辅助是谁?猫神每天直播这么久是没有训练赛了吗? AG不会逗逗转转又是那几个吧?从这几个问题加上直播截图来看,猫神大概率已经退出竞争,然后试冠好像要沿用夏季赛大名单,不允许新选手加入试冠名单。 这就意味着猫神失去首发,艾斯自然就接替了他的位置,所以AG阵容应该不会变了,夏季赛的阵容就是他们试冠的阵容,可能是艾斯首发上场伊诺的表现更加好吧。 艾斯能重回首发,一方面可能是因为跟伊诺搭配得更好,另外一方面应该是他比较熟悉试冠的比赛版本,毕竟他之前有打过国际服,所以小兽才会临时又改变了想法让艾斯重回首发。 不过这不代表猫神彻底没机会了,只能说,艾斯首发的可能性要远远大于猫神,后面猫神在春季赛还是有可能回归,只是到时候队伍可能会重组,就看猫神能不能把握住机会了,如果他没能竞争过新人猫神大概率会选择退一把,继续转会没任何意义了。